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会召集委员 本次会议已无记名当记法票选之 在场委员推举赖委员会员担任发票员 曾委员玉珍担任唱票员 洪委员申汉担任继票员 张委员玉美担任监票员 选举结果出席委员15人发出票数15张 有效票数15张 开票结果为邱委员太元5票 曾委员玉珍5票 曾委员银5票 三位委员票数相同 抽签后邱委员太元里让陈委员银 由陈委员玉珍及陈委员银 当选本会其本会召集委员宣布完毕 请问在场各位委员上次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之处 好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 本日会议成为邀请劳动部长 练习报告业务概况并被执询 我们先介绍在场的委员以及练习官员 第一位吴玉琴委员 好 张静诚委员 陈玉珍委员 苏乔会委员 太瘦了我没有看到 好的 好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有劳动部部长许明春 劳动力发展署署长施真阳 劳动保险局局长邓明斌 基金运用局局长苏玉清 职安署署长邓子莲 还有 呃 职安署研究所所长何俊杰 综合规划司司长王厚城 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 这对一父一母兄弟还没有掉没有任何调动都还在好 劳动保险司司长白丽珍 福祉退休司司长谢倩倩 你换了 好 条件级就业平等司司长黄维春 这是升官的吧 好恭喜你 好 呃法务司司司长附慧之 秘书处处处长丁玉珍 人事处处长肖玉 震锋处处长 啊这个考到我了 好 古家二 好 会计处处处长何一熙 统计处处处长梅嘉元 资讯处处长庄明芬 好 呃我们现在请劳动部许部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感谢贵委员会的邀请 由本人代表向各位进行 劳动部的业务报告 也请各位委员给予指教 以下我紧就劳动情势分析 重要施政成果 及未来工作重点来进行报告 在劳动情势方面 109年劳动力人数 较去年增加了18000人 就业人数增加4000人 失业率受疫情的影响 上升了0.12个百分点 男性跟女性的劳生率差距 逐渐缩减 经常性薪资 则叫去年增加了1.47个百分点 接下来依照本部的三大施政目标 说明重要的施政成果 为了提升劳动力的素质 我们办理职钱训练及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等措施 协助失业及在职劳工 提升职场优势外 并因应疫情影响 扩大办理充电再出发训练计划 在就业服务方面 我们透过台湾就业通网站 及全国300多个公立就业服务据点 协助民众适性就业外 也为协助劳工朋友 在疫情影响下可稳定就业 我们推动了安心就业 安稳雇佣 及特定行业就业奖励等措施 至于协助身心障碍者 及特定对象方面 我们提供一按到底就业咨询 及推介就业 并且在疫情期间 补助受影响的 庇护工厂防疫费用 租金及员工的薪资 此外 为了提升国人的技能水准 并鼓励青少年学习技能 我们扩大举办 第50届全国技能竞赛 总计有948名选手 并发展多项产业人才的 职能基准 及办理技能检定 在协助在地就业方面 我们运用了多元就业开发方案 及赔利就业计划等措施 鼓励创新创业 同时 在疫情期间 为了促进劳工朋友的就业机会 我们推动安心即时上工计划 也为了帮助违行创业者 度过疫情的难关 我们提供违行创业者贷款延缓 延缓还款的措施 以及利息的补贴 另外在新南向政策推动上 我们办理数位转型 人才创新 亚太关键驱动力的国际论坛 强化与新南向国家的连结 接下来在营造友善职场方面 我们除了就企业设置补给乳室 及托儿服务等进行补助 并修正女性劳工母性健康保护实施办法 以引导企业有效来推动 母性健康保护措施 为了保障劳工及其家庭最低的生活 我们从110年1月1号起 每月的基本工资调整为24000元 每小时的基本工资为160元 在促进劳资团体协商方面 我们也编制了团体协约 诚信协商义务参考手册 并建制劳资争议调解人管理系统 强化劳资争议的处理机制 接下来在劳工退休保障方面 从94年劳退新制开办以来 目前平均收缴率已达到99.73% 勤领劳保年金给付人数 已经达到143万余人 劳动基金的收益率 在去年是7.35% 此外劳工安全健康 也一直是本部所重视 我们除了平时办理劳动检查以外 并采行辅导及法尊访试等措施 协助企业落实法令 在保障职业伤病劳工权益方面 已成立10家职业伤病防治中心 提供劳工就近性的职业伤病因果诊断 及权益咨询等服务 并推动个案管理 降低职灾对家庭的冲击 此外每年也针对中小企业 高风险企业及3K的特定制程产业 执行林场访试辅导 以协助改善劳工朋友的工作环境 展望未来 本部将持续推动各项重要法案 及措施如下 首先我们将推动 最低工资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 及保护法草案 并根据推动劳工保险年金改革 同步修正就业服务法 提供促进揽财 及提供移工友善的工作环境 此外新劳动三法已经执行10年 我们规划办理相关的检讨与展望座谈 以收集各界对于劳工行使劳动三权 所遭遇的困境及建言 另外为了预防劳工执行职务 遭受不法侵害 及相关职场的安全保护 将修正相关指引 以建构友善的职场环境 本部会以积极务实的态度 以劳工为本 规划及推动各项具体的施政措施 并透过建立完整的劳动法制 为劳工朋友创造更好的劳动环境与生活 陪伴劳工朋友一起走过疫情的冲击 敬请各位委员先进不令鞭策与指教 谢谢 好 我们谢谢许部长的报告 好 我们现在接下来开始寻达 做以下宣告 本会委员寻达时间6加2分钟 列席委员4加1分钟 我们大概 我们10点半截止发言登记 如果委员有书面质询 请于散会前提出预期不受理 目前我们暂定10点半休息10分钟 11点半处理临时提案 我们现在请第一位吴玉琴委员发言 主席谢谢 我请许部长 请部长 部长好 部长好 很高兴能够回到魏王委员会 这个会期可以再回来 刚刚看到那个劳动部的报告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用PVT很清楚的把我们的重点看完 因为我在看你的业务报告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难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我觉得未来我们都善用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报告 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 那我今天有两个事情 要来跟我们劳动部来做一个讨论 第一个是有关 劳工职灾保险的一个单独立法 来下一页 这个部分呢 是在2019年你们6月5号就公告了 那也我在上一个会期 其实也有回来做咨询了解 到底这一个部分 是不是已经送我们行政院了 现在是在等行政院的院会排审 是吗 还没有进度 报告委员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 草案是在108年12月24号 就送进行政院了 对 那因为这个法案其实 牵涉到整个职灾保险的重大变革 所以院也因为条文也多达100多条 所以院也非常负责审慎的在审理这些 这个草案的条文 那也跟委员报告一下最新的进度是 据我所了解这个审查 在政委员的主持下已经完成了 对 那现在正在等行政院排院会 那我想我们最近也都很积极的 在跟院会 院沟通 所以我想有信心 应该我们这个贵旗可以来送进来 因为这个地方我蛮期待的 我们下一页 我们来看 因为这个职灾的一个单独立法 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这个劳工团体 其实都还蛮关注的 因为它是从职灾保险 就从劳保里面抽离出来 加上我们整合了这个职灾保险保护法 这样子整合 所以有100多条 那其实里面有蛮大幅度的几个重点 包括受聘劳工全面的纳保 过去可能都有人数上限 5人以上才要加保 现在是不需要 只要有事业单位就可以 包括自然人都可以投保这个职保 职灾保险 那我讲这个 而且你们还有很多简便的措施 我觉得这都要鼓励 因为就是很容易 如果在超商或在哪里都可以缴费 我觉得这个会增加民众的一个 投保的一个简便性 那尤其是 我们如果没有加保的话 过去劳工无法请领 几户 整人跟雇主请领 所以后来还有 这个我们职灾劳工的一个保护法 来补一些像职业病或职灾的一个 私能补助或部份干部 可是这个法如果过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回来 我们劳动部这边还可以回来 跟雇主求偿这些 已经支付给 劳工的这些相关的伤病给付 或是各项给付 我想这个也都是一个 解决过去的一些问题 那另外就是投保的薪资也拉大了 到7万多块 就是跟老保的反应 比较反应实际的薪资 就比较反应实际的薪资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改变 所以整个投保的一个范围都扩大了 而且给付也扩大了一个给付 包括伤病跟分级 从8到15级的部分私能的年金 然后不同的保险有都可以给付 不会说只能折衣 过去的保险你可能只能折衣 这个私能给付年金给付 或是医术给付你只能折衣 现在是各个保险你可以同时的 可以保障 还有你另外也设立的这个职灾 特别是有一个重建的专责才能把人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就是这个是过去没有 然后都是委托一个医疗院所来协助 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 有这样的制度的建立 有专人的人力 然后有个未来的个案管理 而且可以做离职员工的 后续的职灾的职业病 职业病的追踪 我觉得这个整步法其实 是看起来非常的一个完整 所以其实劳工团体也一直跟我反映说 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一直卡着 还出不了行政院 那我们立法院这边到底什么时候要审 所以大家都很急切的 希望这个 职灾保险法的单独立法能够尽速的送进来 因为看起来争议性不大 而且对于劳工的保障是更全面性 而且是更细致 我觉得我要称赞这步法是更细致 很多的变明措施其实你们都考虑到了 所以这步我们就一起来努力好不好 这个慧琪 如果刚刚部长说的已经都完都准备好了 就是等行政院这边能够来送进来 那我们就一起来努力 好谢谢 那另外一个 接下来我们来 这个困扰我非常久 我们从105年修了这个就业服务法52条 那我当然一年都会有一次到两次 好朋友就会打电话跟我讲 怎么有一个传闻一直在骂我跟林淑菲说 我们修了52条之后呢 让我们的雇主拼不到劳工外劳 然后外劳我们都照顾外劳 我们不照顾本国啊 我真的很困扰 但是我就必须跟我们的好朋友讲 他们这个黑函是在修法前的一个黑函 所以有很多不实的论述 所以我有机会还是要来请部长 一起来跟我 我们一起来厘清 我们当时在修法通过 出审通过的时候 其实各大报 四大报都有很多的一个报道 对于我们移工满三年免除出境这个议题 其实是一个人权的大进步 那这个人权的大进步就是说三年 他不需要每三年被剥削一次 那这个部分对于移工的 在台湾的就业的稳定度 还有这个每三年被剥削一次 其实对于他们的经济负担是很重的 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的一个调整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进步 当然某些可能国外的仲介可能因此受害 因为可能他就拿不到这个仲介费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封信 我每年大概现在今年过完年又来一个黑函 因为我要再澄清一次 我把过去106年的这个 所谓的懒人包又拿出来 再重新洗 告诉大家说我们不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 他们就说你聘雇 没有哦 你可能劳工我就随时可以走 那我可以随时换雇主 这些不实的谣言 所以事实上我们52条修订之后 我们的聘期期满前 前2到4个月是可以才申请的 而且是申请完之后就可以续聘 或如果不续聘 就是可以重新申请 转换雇主 所以它是一个前期作业往前提 如果稳定就业的 期满续任那就没问题了 除非你要期满转出 那另外一个是说外劳 是不是可以自由转换雇主 其实我们现在规定还是 外劳不能自由转换 是可归于雇主的才能转换 还有就是三方 如果说有第二第三方的一个雇主 如果三方协议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转换 只有这样的方式可以 不是要自由转换 三方合议新的雇主跟救雇主的合议 这个是一个可以转换 来第三个下一页 那另外就是合理的聘雇 我们才能抑制逃跑 因为当时黑函都一直说 好像这个制度出来之后 移工随时要跑都没有罚者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后来发现 还好劳动部有做一些报告 在你们的107年的一个委托 这个治理学校 这个治理科技大学 52条取消外国人一日的一个规定之后 你们的研究里面也看出来 期满转出的 或是期满续聘的 大概占了96% 也就只有4%是期满转出 那移工的不明行中的呢 在107年跟105年比较 2017跟2015比较起来 也大幅下降大概快5000人 是历年来的最低 所以这个比较看起来是下降的 所以这个我看你们研究 也真的有帮忙做了一些研究 所以在这边再做一次的厘清 另外他们关心的是外劳出去修假的问题 贪亲修假 给了很多的假 雇主要损失很多 其实也没有 现在我们的规定是 假期是用他的特休假 或是试假 所以雇主是没有特别 还要再给他特别的假 所以这些都是 我觉得我们法若都很清楚 是不是也都没有特别的宣导 还是怎么样 哇这个黑寒 每一年大概都会两次来骚扰我 骚扰林淑芬 我觉得我们很无奈 因为其实我们修法 其实是希望聘雇 我们本国跟 就我们的聘雇 能够稳定 然后也让这个 我们的外籍移工 可以在台湾有稳定的一个就业的环境 所以我现在要问部长的是说 在这个除了这个报告之外 有没有最新的一个数据 就是勤染聘雇的关系 是不是起码 是不是还是在95 96%左右的一个数字 我给你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统计到今年的1月底为止 我们起码续聘的大概是39万 7648人 然后转换的 起码转换是56,427人 这样加起来就大概46万 这都很顺利的 就是不管他续聘或转换付出 都很顺利 逃跑率呢 逃跑率我跟委员报 105年是3.59 那我们统计到109年去年 那个行动不明的比率是降2.73 2.73所以是有下降的 都下降对 所以好所以我想我再一次借这个机会也再一次釐清 我真的希望好多好朋友们可以帮忙我们釐清 这个政策我们真的是希望稳定就业 也稳定聘雇关系 然后也减少对外籍移工的剥削 我们再做一个进步的立法 所以拜托这些 好 这个黑喊不要在那边转传 假消息也不要在那边转传了 不然我们非常的困扰 其实发现今年年初有发现到这个谣言 这几年前的谣言开始在LINE群組传 我们也马上把这个澄清的相关懶人包 也赶快透过我们的LINE系统赶快做澄清 所以我也要拜托相关的研究持续的 或者是相关的数字也持续这个追踪 那我想本国的劳工跟外籍劳工 我们的劳动权益我们都会一起来守护 那对于本国人的权益 我们当然也一定会守护 所以这个部分也持续会在这个 会期来继续跟劳动部一起努力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谢谢吴玉琴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赖会委员质询 谢谢主席 那个有请部长 请部长 部长早安 委员好 是 部长我想前几天是三八妇女节 根据媒体的报道 就是在他引用资程那个会计事务所 所发布的一个信息 针对2021全球女性的工作指数的一个报告 他讲说受到那个community的影响 24个OECD的国家当中有17个国家的失业率 其实是增加的 那女性受到的影响是最大 尤其是在2019到2020之间 OECD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会员国里头的国家女性 每年的失业率增加到1.7个百分点 他是用2019年的5.7 那到2020的7.4% 可是相对的这个疫情 在这个显然他这个数据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这个疫情造成女性的一个职场 职场的一个那个就是 大意上受到的一个不平等 那让很多女性离开了这个劳动市场 那就是你多于难 缓冠就是在国内的市场刚好是相反 那真的是要非常谢谢劳动部的这个 全体的业务单位 对于就是说我们 女性在这个职场上的一个训练 还有强化职场工作的一个技能 还有补助100%的一个训练的会用 那也提升就是说在职讯训练生活 津贴的一个补助 这个都是减轻了女性 参加在这个受训期间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压力 因为没有后顾之忧的话 他才有办法就是说真正的投入 像我的职场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婆婆 因为如果没有我妈妈帮忙的话 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分身华丽 我有三个孩子 我算是很会生的 那在这里真的是要谢谢部长 谢谢部长 因为我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一些政策 继续的一个持续 继续的一个延续呢 没问题 包括委员我们对于女性的一个就业 一直非常的关注 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认为说 首当其冲会是我们的妇女劳工 所以我们也加强了很多的措施 或者做了很多新的作为 然后协助我们的女性劳工能够不受疫情的影响 能够顺利在职场工作 好部长 在一月份的组继总处的一个公布 失业率是3.66% 其实创下12个月来的一个新低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 那有没有信心就是说 在今年开始 就是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 这个3.66% 有没有办法在今年 就是说我们有信心突破3.7%以下呢 是包括委员我们有信心 也有决心 因为我觉得整个现在包括主机处国号会的评估 我们经济成长率是会上升的 那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关于这个失业的部分 我们有信心应该会下降 所以已经有配套的一个准备 就是说可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一个水准吗 是我们就是会 其实所有的劳动政策 还有我们就业措施都是随着经济的变化 还有整个像现在疫情的一个情势 我们都是滚动性的检讨 就是希望说 这个能够维持稳定的就业 不要让这个失业率 过度的一个爬升 那我们相信在经济的成长 在越境的时候 我们想失业率也一定会来 努力让它这样 再接着跟你探讨 就是老保年金财务的一个拉警报 那其实 就是苏贞昌院长 他一直有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宣誓 他说 政府如果没到 那我们的那个就是 劳健保就不会倒 我们的劳保就绝对不会倒 所以就是说 在这里跟你探讨了 就是说 劳保连续四年的一个亏损 在2020 我们几乎就是在每年都要提拨200亿 提拨200亿来补助这个劳保的一个 持续的一个硬作了 那在这里变成造成就是说 有很多年轻的劳工 他认为就是他领不到退休金 那壮年的劳工 还是即将退役的劳工 他希望就是一次领 那在这么大的一个 大家一个 不同年 那个四季的一个年龄层的一个劳工 他们有不同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那我要请问许部长 你认为就是说 每年提拨200亿 要提拨几年啊 甚至就是说在去年 你是一次就提拨到 那个800到1000嘛 800到1000 就是说来补足这一个 现阶段的这一个 那个劳保年金的一个不足 那我再要请问一下 就是说 在未来你怎么样调配这一个 增额的一个 那个补足这一个年金的一个方式 跟委员报告 其实劳保是国家办的社会保险 那所以政府一定会负起最后的己付责任 所以不管是我们资深的劳工 或者我们年轻的劳工朋友 都不用担心 一定是领得到的 但是当然财劳的财务有需要他改善的地方 所以政府会来拨补这个立场 也没有改变 也跟委员报告 其实整个我们政府对 所以劳保的拨补是在我们苏月长上任以后 才第一次拨补200亿 去年拨补200亿 那今年是拨补220亿 那未来呢 也会是整个劳保财务的状况 那么会持续来拨补 那当然拨补的金额 会看整个中央政府的财政的状况 还有整个劳保基金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里就是要特别的提醒你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就是 我们的劳工变成就是 现行的社会保险年金里头在最底层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你一定要下了很大的一个功夫 是 对 所以在这里也要拜托你 那希望你提供一份那个 就是进程的一个规划 还有就是目前 沿你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那个状况 提供分析好不好 还在持续收集 还有跟各界沟通之中 那未来我们大概会是 整个收集跟讨论的一个状况 会来研理我们的劳保年改方案 那这个部分我们如果 这个具体的方案再跟委员来提出报告 其实现在就是 这个劳保年金的一个改革 就是让 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壮年 还是就是说老年人的 他们的一个劳保年金的一个给户 是不是有办法造成 他们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分配 这个是在不同的一个世代里头的劳工朋友 他们最担心的 可是他们担心的一个劳工朋友的一个权利 各自都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动作 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 如果是就是说年轻的 就像我再重述一次 年轻的担心就是领不到 那个退休金 那就是说即将退休的 我希望一次领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会倒掉 所以说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建立 这些劳工朋友的一个信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报告委员 我们劳动部一定会很负责任的 来提出一个能够改善 劳保财务的方案 不过我要在这边一再的讲 就是说就不管我们年轻的劳工 或者我们年纪大的劳工 都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是政府 我刚讲 这是政府办的保险 政府不可能不给付 部长信心的喊话 是一定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们希望就是提出 更具体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 把那个就没有关系 就是不用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就是终点式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过程的计划 也让本席来了解一下 好不好 那部长再跟你讨论一下 就是说最近这个 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 应该是进行到八年的 这个私立学校的退休的一个心志 这可以讲说是一个创级 那设计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菜单 那种私立学校的老师 可以用投资自己人生的一个概念 来选择就是说 他以后退休的时候 他可以拿到多少钱 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 他把它分成就是说 就是积极的一个投报型 还有一个稳健式的一个保险 那个保守式的 那部长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报酬力 那你对这个事情了解吗 了解 就是有关于这个 自庭自选这个部分 对对 这个其实一直有人这样在倡议 那其实劳动部也针对这个 之前都有做过民意的调查 不过大部分 大概那时候 大概多达七成多的劳工 因为这个自体自选是要自负盈亏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这一点 所以之前是都比较持反对的一个立场 不过我们今年有想说再做一些调查 然后是那个调查结果 我们也会再跟 部长在这里就是要跟你分享这一个 这一个政策面的一个成功 其实他就是说因为在102年 他刚推出来的时候 他很少人加入 只有一个就是349人的一个加入 到了109年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拉到两万四千人了 可见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财库更多人的一个投入 然后他的底盘越来越稳了 所以说试着是不是 我们的一个劳退基金 也可以朝这一个方向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模型了 那你在这个调查的过程里头 是不是可以加快 在六月底以前可不可能呢 这整个有数字吗 大概在下半年 大概11月后 刚刚委员 我们因为这个整个题目 要有一些调查的一些设计等等 我们可能预计是下半年会完成这个调查 六月可能有点太赶 六月有点太赶 可是我想是一个好的政策 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是说让他的效能会更快 基本上 所以这是本期对这个劳动部的一个期待 我想我们尽量 能够让这个旗程能够提前 但是六月底有点困难 再请委员见谅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賴委员 我们大家时间都掌握得还不错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请那个苏乔会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许部长 请部长 书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 刚刚赖委员在问的劳保的那句话 首应中是说 政府如果没赌 劳保就没赌 对啦 这句话说清楚 这样政府的态度就很清楚 对啦 那我想 政府有时候就是一个态度的宣示 因为态度下去以后 各级机关就会动起来 所以我首先要肯定刚刚部长您的这个报告 其实在这一次的会期一开始 您的这个报告 改变了变成PPT的形式 变成了把重点摘入 那我想这个内容细旧 我们还可以再探讨 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 我认为代表劳动部愿意和社会做更有效的沟通 用更现代的方法 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值得肯定 所以先给部长以及劳动部的各位先加油 谢谢大家的改变 那再来的话呢 我想要就先请教部长 您宣示 今年是这个营造业的减灾年 那为什么会挑营造业 我想是因为营造业一旦发生公安事故 都非常的重大 社会各界震惊嘛 那可是我看到您这边说要加强这个营造业减灾年的方式 是增加劳动检查场次 这大幅提高其实我也是肯定 因为跟去年2020比起来 去年是5万6千场 今年已经增加到6万5千场 这个其实是增加了将近1万 其实频率是相当的高嘛 那这主要是针对 重大工程 还有危险性的工作场域嘛 对不对 好可是我们看 现在今年才到3月还没过完 其实今年开始的公安就非常多 你看我这边罗列出来给部长参考的 你看看 这个不管是铁道的意外 或者是工地有这个掉落混泥车的 等等的 这其实这样建树 对社会的感受来讲 其实还是是高的 我想要先请问部长 部长这一些事件 都在你刚刚所列的高风险 高危险性的工作场域吗 你们有没有做过调查啊 就这几件 因为你把工作场域分了好几类嘛 然后如果是高风险的 你还会加强检查的频率啊 对不对 那这几件是吗 有的是有的不是 有的是有的不是哦 还有的是哦 有的还是哦 哪几件特别是 这你又没有再给他加强 应该比你现在有的频率还要更高啊 在你高频率检查它竟然还发生 哪几件事啊 这个潮州基地这个 对潮州基地这个就我们的重大工程 潮州基地这个 对就是 然后那个 高雄这个 高雄那个是营造工地 营造工地也是 营造工地也是工地 所以你看您在这个营造业减灾 我赞成这个宣誓 也赞成你调高 这个检查的频率 不过你看 在你调高频率的状态之下 依然有不幸的事件发生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 这个还可以再精进再检讨啦 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营造业的公安事故 让它更减低 这是第一个部分 但是我也要跟你探讨哦 其实我们在说营造业 是因为它有重大意外 社会触动嘛 但是部长 在各行各业里面 最多频率发生的 其实不是营造业耶 其实是什么 你看 是运输仓储业 它才是真正发生 最多职业灾害的行业 然后住宿餐饮业 其实也相当高啊 部长 运输仓储业为什么是次数最多的 因为他们这个碰撞啦 卷夹 交通事故嘛 其实就是路上都有大大小小的车祸嘛 好那住宿餐饮呢 住宿餐饮的植灾会发生哪一类 大概肌肉骨骼伤害或烫烫伤啊等等 烫烫伤等等 部长 你有没有讨论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去年一年是等于是国旅大爆发嘛 我们前面有疫情的关系嘛 但是后面因为我们防疫做的好 所以等于是国旅大爆发 所以这个住宿餐饮 其实正是去年最夯的部分啊 那在这样子的频率下 其实去年很奇怪很奇特哦 去年因为上半年疫情的关系 可能大家都受损 所以员工都前走 或者暂时休息 结果国旅爆发以后 一下来了这么多客人 反而招募不到员工 或者是招募到的是新手 生手 这样的状况下 你凭尝试推断 住宿餐饮业的职灾 有没有可能更高 我认为有啊 对不对 我认为有啊 因为他来回来的人 可能不是原本熟悉场域的人嘛 所以我认为 你这个调查 其实应该要做得更快 而且更细 现在这一些生手 有没有得到安全的保护啊 不然同意我的看法吗 同意 谢谢委员的指教 这部分我们来强化 因为你看我们如果是 营造业减灾 我就要营造业减灾年 那一年只有一种的话 那其他的行业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其他的行业 你也应该要定出 像营造业减灾 一样的几项原则 让大家去遵守 或者是 我直接政府部门 应该下去监督吧 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 何况发生灾害次数的 还不是营造业最多 部长 所以我希望就这个题目 其他的行业 您这边能够率领部内 做的原则 讨论 政府能够有的帮忙 再提出方法来 好 一个月之内 可以有这个原则宣示 然后送到我们办公室 也让社会周遭工资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这是我的第一题 好那第二题 我跟你讨论移工 来 部长 是 这移工要不要进来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其实移工政策 它的利润基础前提就是在 社会有没有缺工吗 这个行业有没有缺工吗 好 如果我们一旦肯认 它是有缺工的话 其实也很复杂 对内 我们要确定 这个近来的外籍移工 不会剥夺了本劳 本国劳工的工作机会 甚至不会减损他们的权益 这是对内的部分 但对外 如果我们已经都同意有缺工了 我们才要开放移工了 我们就要必须跟国际竞争 所以对内跟对外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对内我的条件 可能必须控制在一定的程度 才不会跟本劳竞争 但是对外 我可能要大幅提高 才能跟国际抢财 这个逻辑 那我给你看一个表格 来来来来部长 这个是A国 A国说保障基本工资 约新台币4至5万 那工作满5年以后 如果通过了语言及技能测验 就可以取得永住资格 那你要做移工的话 你整个要付费 我要来这个国家做移工 我大概付3600块美金 这个是A国 它的条件 那这个B国呢 它的基本工资呢 如果你做营造业 大概是台币24000块 如果你做家庭帮佣看护的话 大概你的工资是 一个月17000块新台币 那工作不能超过12年 你在这个国家不能超过12年 最多啦 展延到14年 14年到了 你保护要宽宽的 一定要离开 那而且你成为 这个国家的移工之前 你大概要付6000块美金 好那你现在如果 你是一个想要出国打工的人 你想要选A国去 还是想选B国去 当然如果单就薪资来看 没有这不只薪资啊 这个还有工作条件啊 我工作满了以后 我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 变成永住居民啊 然后还有前面的成本费用啊 如果按照我这个表格 比起来的话 不考虑其他 坦白讲 是很容易做比较吧 这很容易做比较 部长 A国是哪一国 修法以后的日本嘛 2019年修法以后的日本 B国是哪一国 就我们台湾嘛 那用这样的条件 我们要怎么跟国际抢财 这个也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啊 好可是反过来 你看如果保障这个 移工的基本薪资是 4万到5万 而且5年之后 他就有机会成为我们台湾人 那本国的劳工 心里作何感想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它已经发生了 而且国际上正在进行当中 所有有高龄化社会的国家 都在研究这样子的问题 部长 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报告委员 就是针对委员所讲的 现在一些 好像日本韩国等等 都用比较优势的一些条件 是啊 更不要说现在还有 零付费政策开始在执行 所以现在行政院已经有跨部会 在做这方面的一些研议 包括怎么样留住 这个资深的这些技术工 我们现在都在跨部会研究当中 我今天做这个 今天算是我们 这个会期第一次的劳动部质询嘛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其实也是要跟劳动部救教啦 也是督促大家说 这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他从一开始的利润基础 我们到底有没有缺工 而且这个缺工 他是必须很细去分各行各业的 这我觉得应该要做细部的探讨 一直到利润基础完备之后 他下面到底要怎么做规定 我觉得这个非常复杂 但是不能因为他困难 我们就不去做 而且甚至应该要快点去做 这有时效性的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相信还没有立即性的答案 但这个问题我们会跟劳动部 继续持续的来讨论 也请部长 亦有新的资讯要跟我们分享 好 谢谢部长 谢谢委员 好 谢谢苏委员 好 我们接下来 请廖国栋委员质询 我们请部长 请部长 廖委员好 部长好 刚刚听到您跟前面几位委员 特别提到了 未来我们这个所谓的直载保险 是要进入实务是不是 还是我听错了 进入 因为我们那个直载保险 单独立法这个部分的草案 目前送行政院 行政院我们所了解 已经审查完毕了 所以现在正在等 这个院位如果排入 通过以后就会送立法院 那到时候再请委员来支持 OK 所以就未来就是要朝这个直载保险 单独立法 推动单独立法来推动 直载保险保护 我们就是 好 对 但是我非常担心的就是说 可能有几个表可以让你看一下 我们老保的普通事故保险支出 从105年开始 看起来是入不敷出 每一年支出的 它两个财务是分开的 我们目前直载的部分 我知道当然是分开了 我只是举例 当我们在看这个老保 普通事故保险支出 是这样的逐年 一直在亏空 刚刚你还说行政院 每一年都拨补一定的金额 给相当的保险 那将来这个直载保险 你们的规划 会不会有一天也会进入 这样的一个状况 报告委员 您这个表格的普通事故 它主要的入不敷出 是在老年给付 就是我们所谓的 特别是老年给付 老年给付 但是我要跟委员保 讲的是说 老年以外其他的 这个给付 他像植栽的这部分 他其实是财务是跟这个独立的 他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基金 另外一个费率去计算 所以这两个没有关联 我同意 就是因为我离开这个 未还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有这样十年了 所以我有点生疏 我只是回头再想想 当时我们在做这个 相当的保险基金的时候 是花了非常多的精神 半夜在审这个法案了 所以你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的时候 我觉得必须要从长计议 包括委员您放心 这个部分我们都有整体去评估过 不会去影响到这边 因为本来在 我们只是把劳工保险条例里面 有关于职灾的部分抽离出来 它两个本来就是两个保险 它重新在一个同一个条例 本来就两个保险 财务是独立的 费率也不同 给付的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会影响到 我只是说让你们一起知道 做这个更好的规划 不要掏到这个负责 委员您放心 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 整个职灾保险 能够让我们的保障的劳工更多 那给付的也能够提升 也可以分担雇主的一个 职灾风险的责任 还有一个原因 你要注意到 现在的出生率跟死亡率 这个交叉 你看我第二个表 出生率是越来越少 但是死亡率越来越高 所以给付越来越大 所以你们会入不敷出吗 不会啦 包括 那个职灾的部分 它是经验费率 就是根据会根据前三年的一个职灾的发生的状况来精算它的费率 来做调整的一个依据 所以跟这个是没有关系啦 第三个呢 我要特别提到 刚刚苏维也特别提到 就是现在你们这个老年给付也好 这个劳退新制啊 他们每个月领的钱啊 还不到一万块的 占一半以上啊 这个数据对不对 你看那个右边 跟老年劳退新制这一栏啊 一万以下的五十四点九 对 这个怎么让这个退休的劳工来说 这个为什么他可能领不到 您刚刚讲的也不到一万 这个提一个他的年资啦 还有他的投保人金额 对 所以这个会不一样 可能自体的也不足啦 自体是另外一个问题啦 自体是劳退新制的自体部分 这个跟老年给付是两个部分 因为是两层嘛 这个劳退是他自己自体之后他 投资应用分 就是雇主 会影响你的总水库啊 会影响他们的总水库的这个金额啊 固体跟自体 才会在薪资里面去分红啦 老年给付这个是自己 依照他的薪资的金额去投保 薪资高低 还有他年资长短 所以他的老年给付会不一样 OK 我另外第二大题目 我想跟你讨教的就是 这个原住民非常关心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说你们最近台北市要工地酒册 这个要不要跟你们报备啊 还是他们各县市自行管理 他们就是依照法令的规定去执行 你自己的看法呢 因为你知道这个劳工啊 你要开工之前啊 一定要热身 热什么热身呢 你有一个图那个 他们一定要喝一点饮料啦 才会热起来才会开工啦 如果你不让他喝一下 他没办法开工啊 那个机器就跟着加油 要先加油那个车子才会动啊 报告委员这个部分 我想他如果提升他的一个动能 这个他有很多方法 但不能用喝酒来提升动能啦 这很危险 我只是举例啦 依照我们的那个相关的规定 但是这个直接在工地酒册 这个政策是你们支持吗 我想基本上 管理的方法啦 因为他我想要目的 就不希望说酒醉 或者说有酒醉之余的人去 从事这些比较危险的工作 因为这样对劳工也是 安全上有很大的一个威胁啊 是不是有比较 我想他的利益出发点是好的 这出发点是对的 本来法令就有规定 雇主不可以使酒醉 或者酒醉之余的人 从事这些高价的作业 因为一般营造业大部分都是 爬高 或者他工地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当然我们就要加强教育了 这个部分加强教育 所以我现在看到了你们 现在有一个职安署 有推一个所谓的 职安卡的教育训练 这个是已经执行多久了 大概这107年 107年也就是三四年嘛 108开始 包围也是108 对啊你就是执行了两三年了 对对对 那到目前为止 真正受到职安卡训练的 有多少人比例上 我看一下 大概有三万五千人 三万五千人 那我们其中原住民朋友大概一千两百人 一千一百一十四啦 一千一百一十四啦 那差不多 我表上有一个一千一百一十四 当然这个我们的意思是说 当劳工的收入不足的时候 那个职安卡要缴费啊 是不是 他收信要有费用吗 免费吗 受讯是免费 完全免费是吗 我请署长说明 好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团执安卡做起来的目的是让 一定工作的劳工在不同场域 他不用再重复训练 所以目前我们是由劳动执行机构 还有甲级教育训练机构 还有公共工程主办机关 还有我们执行所辅导的那个安全委呈处进会 来办这样子的训练 基本上公共工程的训练都会朝免费的事来进行 当然私人的依照公司要加入这个私人的公司参加 他会着收一些对劳工着收 做那个雇主下方雇主着收费用 好 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所以你们开办以后 对劳工是免费 开办以后对于劳工的安全 工作的安全 你们有没有明显的成效 或者是数据 显示你们的指安卡是对的上策 当然我们去做长期的评估了 因为最主要关键是这个 我们办这个训练是有品质认证的 讲师是确定的 所以他在现场的安全卫生的 被告知的危险是被清楚的 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政策是正确往前进行的 OK 因为可能在这个当中 就是越是高危险的 你们越需要让他参加这个指安卡的训练 那当中 我看了三大象的这个 工作项目呢 原住民的部分大致在制造业来营建 占比例比较高 不晓得他们的参与 指安卡训练的状况怎么样 各位报告除了营造业之外 那我们这指安卡目前的制造业还没有完全展开 但是我们法令规定 雇主对劳工的教育训练是雇主的责任 所以在制造业端不同的制造业 我们会做监督检查的时候 看雇主对劳工有没有做教育训练 没有教育训练就通通改赛 不改赛就会处分 那自己原住民的部分在一般厂厂里面 他也是跟一般的工作质量 雇主都必须给予合适的教育训练 所以他的成本是老板要负担 老板要负担 法令的规定是雇主要给予劳工教育训练 雇主要负担 是任何的方式跟手段可以促进 这原住民在工作场域的安全 我个人都是心存感谢的 那姑且不论怎样我想初衷是好的 那其实这几年来我都有去跑工地 那去看看我们在盖大楼的那些原住民朋友 其实大家大部分的人已经非常清楚 应该是在福利社他们都有一个货柜 改造成福利社放在那个工地一楼旁边 那中午他们也会下来休息 那我过去看他们的时候 其实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很清楚 就是也都有做到 已经是不会去带或者去贩售含酒精的饮料 所以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台北市政府要做这样的一个政策 或许有些人偷渡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刻板印象或者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不知道 那但是我觉得 应该我们还有很多的热身方式 应该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因为我很怕说 这样不断的去加强这样的刻板印象 我每次出去应酬 还要被人家喝醋 你一定酒量很好 我其实做不错耶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补充一下 好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红仙汉委员咨询 我们接下来请红仙汉委员咨询 要请红仲汉委员咨询 那跟红仲汉委员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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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今天其实就想针对几个已经发生的案例 那也有来找办公室求助的案例来跟部长做一些讨论 好 那我想先请部长看一下这几个状况 因为之前1月的时候其实也有跟红仲汉委员或这个移民署 召开了这个协调会 请部长看一下这一共的状况 这些其实都是劳务部这个合法有效的工作的许可 但是都因为雇主或仲介的疏失没有帮他办这个居留 居留证的展颜 让他变成是预期居留 那变成是他必须被遣返回国的这个状况 那这些相关的文件 不管是在协调会上面或者是LINE的对话 其实雇主跟仲介都承认自己的疏失导致 这些移工的居留没有展颜 那这个移工也提出自己其实是不断一再而再的催促 一再而再的提醒 那仲介也说我一定保证会办 结果最后还是没有办 最后还是忘了 那结果最后的结果是 这个移工预期被遣返 工作权也这个丧失 好 这些案例至少 在我办公室我们就看到了至少三位 好 那 这个状况 那 部长你觉得 这种 仲介的疏失 但是移工被遣返受处罚的状况合理吗 对移工公平吗 当然不合理 不公平 不合理嘛 不公平嘛 对不对 那我必须说 其实后来我们也问了移民署 也问了劳动部 其实过去 恐怕是有非常多这样的案例啦 这不是 少数的个案啦 因为仲介的疏失 所以就被遣返了 但是当然会发生这状况 大概有我们看到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嘛 第一个是 这个要办延长居留 其实需要聘可 聘雇许可函 这聘雇许可函 其实 呃 只发给雇主 而不是移工 甚至这些相关的证件 其实也都是仲介在保管的 所以 移工其实很难取得 这些证件的状况之下 要怎么自己去办理 这很困难 第二个 移工其实他的 这个请假是很 不容易的 尤其是在办公日 这也是造成他 很难自己去办理的原因 再来 其实移工根本很难查到相关的资讯 包括他什么时候到期 包括他对法令 的这个语言 他其实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 这些 状况之下 就算移工想自救 他可能也都无能为力 所以 这个 我们可能 还是有很多负责任的仲介 可是当今天如果移工 遇到了不负责任的仲介的时候 他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而且 甚至 当他如果被遣送回国的时候 他还要被愚民署管制 入境 好 那 我其实之前就有问了 劳动部 这些状况 仲介这样的疏失 能不能够处罚 能不能够在他的评鉴上面扣分 这些仲介 劳动部当时给我的答复是 不能 劳动部当时是说 在这个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许可及管理办法 第三条中 说 办理居留证不是仲介的业务 所以无法究责这些失职的仲介 部长 这个我想问一下 从台湾引进移工至今 有多少移工 是自己去办理的 我想 大部分都是透过仲介 很少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现在劳动部说 这不是仲介的业务 这是不是太 不接地气了 其实 甚至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状况 不過 委员是这样子 这个当然 居留应该是属于像移民署承办的 这个 范畴 那我是觉得 因为一般 依照一般的实务啊 其实仲介跟移工之间 都有签一个服务契约 是 那服务契约里面 其实是有包 我所理解 他们就有包括办 这些居留的事宜啊 不是 但是现在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仲介 我们还是有仲介的评鉴嘛 是 但是在这仲介的评鉴上 如果今天劳动部 没有把它放到 变成是仲介的业务的时候 劳动部就说 我们无法在评鉴上面反映 这些移工 所以 这些仲介 他失职的状况 我没有办法反映啊 所以 我刚刚就是要跟您回应这一点 是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的服务契约 实务上的服务契约是有这一个 服务的项目 就办理居留 或这个 但是这是在民事的服务 这个契约关系里面啊 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个纳入评鉴 好 就说如果你没有善进 好 你跟他之间的一个服务契约的约定的话 好 那我们就会把 这个 纳入评鉴给他 好扣分 可是我现在的问题是 你说不愿意吗 我知道的是移民署 应该是期待 劳动部把它放进去哦 那如果这样 当然就 没问题 但是那天其实没有具体的结论啊 那没有具体结论的原因是什么 是谁不愿意 是谁觉得这样做有问题 是劳动部还是移民署 没有他们可能 有去参加会议的 我请那个组长说一下 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现在 办理居留是属于移民法主管 那目前 针对移民公司 他们也有在办理外国人的居留业务 如果纳入就业服务业务 是否代表这些移民公司 未来就要跟劳动部来申请许可 那当然这个部分有管辖权的部分 所以当天没有具体结论是说 后续还要再请就是法规专家 再来咨询他们的意见 不然我现在今天其实只是 我觉得大家想做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要求 明明都是仲介在办的 我们就把它列为仲介其实 他应办的业务的范畴里面 只是这样 把它纳入不代表说其他人不能办 对不对 把它纳入变成是他的业务 不是代表其他不能办 但是我觉得把它纳入以后 你才有权利可以去管理 你才可以去究责 你才能够去要求嘛 不然现在我们遇到的状况是 你没有把它纳禁的时候 你也很难去要求 你只能依他的民事的这个契约关系里面 如果什么都用民事契约关系来处理的话 那我们需要政府再建立这个制度要做什么呢 我当然知道在民事的契约关系上 我们可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是政府的态度上面 到底对这些权责 到底业务范畴里面 我们到底怎么去认定它 我们才能够来要求 甚至来对仲介进行评鉴 这是我的要求的本意啊 好 那 再下面一个是那个 不然你看一下这个 94年劳动部其实有一个韩式 当时还是应该是劳委会的时代 这个韩式我简单说啦 这个韩式的内容是说 因为承认外籍工不熟悉我国的法令 所以劳动部这个要宣导雇主协助外劳办理居留 但是重点他的结论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并不是科与雇主来办理这个居留证的义务 这是94年的法律 我在看到这个韩式的时候 我有一个困惑 我有一个困惑是这样的 当然现在办理居留证的义务 还是是移工本人 没有错 但是 我们到底给了他多少去办理居留证的协助 有多少的资源提供给他 让他很简单的拿到相关的文件 取得相关通议的资源 甚至相关的辅导 就业辅导 没有我们现在其实 当然是去这个宣导 让雇主协助他 可是义务不在雇主身上 协助雇主向雇主宣导 我觉得这我没有意见 这是OK的 但是这些宣导的资源 这些协助的工作 是不是也应该直接给 移工朋友 他有这个义务 他需要被协助啊 我们现在反而是把 协助的资源给了雇主 这OK 但是义务不在雇主身上 所以当事情 往坏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有人没有进到 他的工作的时候 惩罚的都是移工 所以在这边我想要请问 部长 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这个包括 是聘可相关的文件 就是应该 确实的交到移工的手上 雇主 仲介不能把他没收 通议的资源也是一样 协助的资源 是不是都应该确实的 来协助移工 是这个是应该这样做的 那这个 部长 像刚刚这样一份函事 但回去可以看得更清楚 是不是有可以 值得修正的地方 不是把相关的资源 给雇主 给雇主没有问题 是不是也应该把 移工的朋友 给他们协助 也应该纳入 我想移工端的一个宣导 甚至应该跟他提醒 这个都是我们应该 再来做 所以未来 我想宣导部分 我们会再来强化 就是会把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会 规划在权益维护资讯网站 我们会建制居留 健保 劳保 还有聘购许可的 一个资讯查询专区 是 然后未来我们会 用我们这个LINE APP的功能 这个部分 来新增一个提醒 就是让移工说 可能你的居留证 快到期了 我们会新增提醒的功能 让他能够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就不会再发生 有这种 委托仲介或者 雇主没帮他办的这种 部长 你们用APP来做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对的 也是好的 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 但我想提醒一点 是我下面一个问题 部长 我们其实看到 我们的政府 其实给这些高学历 专业程度高 语言能力好的专业人才 其实有这个一站式的 这个服务 整合性的服务 可是我们面对这些社经地位 比较弱势 不熟悉 台湾法规 包括语言上面 也相对比较有障碍的 这些蓝领的移工 却求助 无门 常常 这个办理相关 是非常非常分散的 为什么有这种差别 对大的状况 照理来说 这些相对比较 社经弱势 移工 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帮助 更完整的帮助 为什么现在反而是把这些帮助 哇 设计的漂漂亮亮的 非常好 给这些白金卡 这些专业的 这个外籍 他语言能力好的人 反而语言能力差的人 很少得到帮助 这个差异是怎么回事 报委 这个部分 就是一站式的整个服务 这主要是在 揽财专法 国防卫揽财专法 是 但我也同意 刚刚委员所讲的 移工相对 他是比较弱势 是 要让政府 要提供更多的协助给他们 照理来说 他比较弱势 我们应该提供给他的服务 跟完整度 甚至应该比这些高阶的 就业的人 还要来得更好 对不对 委 这个您的意见 我请业务单位 来做研议 我想 应该要提供更好的 那个部长 我觉得这不是国发会 或劳动部的问题 我觉得从政府的角度 我们就应该 规划一个完整的东西 让今天 对这些劳工 移工的协助 应该要达到最完整 尤其是如果他们是 比较弱势的 蓝领的移工的话 这部分 部长大概什么时候 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 或一个清楚的规划 好 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内是不是 好 那一个月内 我们再跟部长追这件事情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宏委员 那我们接下来 请赖湘林委员直询 谢谢主席 我们请徐部长 请部长 还有劳金局的书局长 这个新上任的书局长 好 奈文好 你好 部长好 我想今天很难得 这个劳金局 终于找到新的局长 然后是在昨天上任 是 那这样的一个掌管五兆的基金 确实 我知道书局长本身的专业资历 应该是可以升任 但我想今天还是要就叫部长 我们整个劳金局掌管的五兆 其实有新救治的劳工的退休金 有劳保 然后有国保 所以大概是一千四百多万人 那这样的这么大的基金 在去年爆发的这个 我讲是丑闻 也是一个弊案 那目前调查起来 当然还在司法的这个诉讼程序 可是我去年也也咨询过院长 那部长也在 我说这个整个内控内积出了大问题 首先在已经调整的部分 我知道部长你们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给我 那所以大概呢 在这个自律公约的抽查比率呢 好像国内投资组 从百分之十提升到百分之百 第二个呢 你们针对员工 这一次有奶文 他就是去投资了新贵的股票 所以你们也禁止这部分 不得员工有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 第三个是整个交易室呢 会增加录音录影的设备 这大概是一个比较这个消极面 在物体方面的一个要求 可是在积极面上面 我当时质询 就是说针对这个高职级的这个公务员 他掌管这么大的一个基金部位 他的职务轮调系统 为什么不能够比照像主计正风 甚至官务人员 那这部分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还没有考虑 那第二个是有关基金操作人员 我当时也希望说 各类人掌管这么大部位的人 可以列入洗房的对象 那当时法务部也觉得认可 那需要劳动部去提报 但是到目前为止知道的 也没有提报 那第三个是有关基金监理委员会的 这个过去是用办法的方式 我们觉得对于这些基金监理委员来讲 全责上面他们根本无从去监理 所以这三点部分 我想就叫部长或局长 你们有要考虑 这新的这个防币措施部分 不然我认为你们现在只做一半 部长或局长 报告委员 我想委员所关心的这几个问题 那当然新的有关职务轮调的部分 我也跟委员报告 因为基金局成立到现在大概五年 大概五年 那其实我也知道 他专业度真的是 我了解 这我都听过 我当时建议是这样子 组长以上 实质等以上 一定程度在专业许可上 是不是有三年或四年任期轮调制 这个请你列入考虑 这个没有 我想我也请 因为我们新的局长 局长来 你从今晚会来吗 你们今晚会难道没有直接轮调的这个要求吗 局长 原则上我们都会有轮调 那基本上会先 也希望透过轮调来增加同仁的历练 历练之外 包括很多的在座的这个院长 局长以上 他们还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就是财产来源不明等等的防范规范 那洗防对象当然是比较严格 所以我是建议这样子 在第十八款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局长你手上 每日审核的这个投资部位的金额是多少 你知道吗 是 我们里面有个分层负责的决定 你的每日的审核金额是多少 十亿以上需要经过局长来 你是十亿以上没有错 那我们的组长呢 组长的 报告委员 我们事实上 我们这个虽然是分层负责的决定 但是在整个投资 我们也会有前置的分析 我了解 但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因为这里写到巨额公有财产 国家资源的业务有核定权限 这件事情我希望 部长慎重的考虑 特别是局长 每日他掌管的这个金额部位 大概是十亿 组长是两亿 都是叫核定 不是审核 是核定权 既然掌管这么大的一个金额 包括立法委员一天也不可能经手十亿 考试委员监察委员都没有 他们都列入洗防里面 重要政治性职务之人的范围认定 所以我是希望 部长针对劳金局里面 必要性两亿以上 局长副局长主命 我认为都应该要有 列入这个重要的政治性职务的认定范围 这可以研议吗 包括委员可以 包括轮调还有包括这个 洗钱房子委员所管理新的这个 我会跟新任局长这边来 希望一周内研议结果好不好 这个是对各位来讲 既然担任公务员 为国家把关 这是劳工强制提拨的金额 国家负最后责任 同时也在操盘里面要能够自清 然后能够清廉好不好 好 来往下 所以我想最后问一个 新冠上任三把火 局长你刚你有讲到三个愿景 提高这个绩效啦 企业责任等等 内控内积没有看到你的改革方向 我请教第一个 这是八年来四个弊案 目前看到资料只追回一个 是最后2012年卸清两岸 只追回1.7亿多 其他2013年的这个 陈平取乃症2014年 甚至到现在的整个动辄损失这么高的一个金额 请问如何追回 你有什么好方法 你从金管回来 我先说明局长刚来 其实之前的三个弊案 有两个全数都追回了 另外一个是还在訴訟当中 陈平跟群乃症还有那个 谢清良 谢清良案是由这个 安泰投信公司 这赔了嘛 赔付 谢清良也有 就损失多少他要赔多少 陈平取乃症案损失38亿 有吗 我们没看到任何资料 你有对日盛对保来 相关他们的公司求偿吗 没有看到 跟委员报告 那个陈平跟取乃症的部分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民事的诉讼 是 有没有信心追回 跟委员报告 因为在刑事诉讼的部分 还在等 那个检查 不是已经判刑确定了 那相关的人 他们都已经出狱了 这几位人士都已经自由逍遥法外 但是检察官起诉了相关的一些理由 都没有被刑事庭所认可 所以这个我们目前在找刑事诉讼 就会变成比较 困难重重啊 所以我说房币如果内控内机做得好 这些事情过去这些都是投信公司的 这个作为所致嘛 最新的案子是我们自己的同仁内神通外鬼 这个真的是不可以再发生了 所以我是建议两个 第一个有关于这些厂商 既然过去有违法记录 不管是如何 你们目前只对统一复华群役 做这些限制投标资格连线的这个名单 前面几家有吗 跟委员都有 跟委员说明了 就是刚刚您列的这四个案子 就是除了成品取乃证 这一件还在打民事官司 其他两件 房民松二还有谢清朗 通通已经是 获得赔偿 这个全部追回 赔多少 像房民松你们赔多少 那个 七百 七百万 七百万 对然后 我们其实 天差地 但是 我想我们不用再争执 既然刑事民事都在进行中 该怎么赔我也不会强求 不是我们基金 这个 包括可能您的数字 跟我们这边有 这是审判中文资料的提供好不好 请你们提供完整的资料 我要简单讲就是说 已经发生的 除了诉讼当中 我们其他两岸已经全数追回 所以这个到底损失金 有多少我再给你 所以资料能公开 你们向全国劳工说明 不用对我个人说明 对 然后有乃文的弊案 这个部分 其实所有的这个 那个我们的证券的这个 证券商 他都有保证金在我们这里 是啊 你们就是把预约保证扣回嘛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积极性 都要做 请教最后一个问题 有关于这个 现在你们的投资部位里面 存到这个定存的 现金大概是不是两成以上 用现金定存的部分 投资部位还是蛮高的 所以有学者建议 您是哪一位 我不认识你 我是那个企划组的组长 企划组是吗 不是国内投资组 好 有关这个投资部位的分配比例 有学者 张心灵教授 你们也认识 他有提出 在消极性上面 能不能做一些增加指数 投资比例的部分 包括你们的现金这个存款 达20%以上 等等调配 有没有可能这部分做改革 局长 报告委员 因为我们劳动基金 也需要兼顾我们的流动性 有时候有需要给付 所以流动性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配合 那在现金部位的部分 过去有些学者有提到说 为了提高我们的运用绩效 当然现金留在手上 会报酬率比较低 但是这个是整个资产配置 必须要配合的 那至于刚刚提到 那个基金 指数型基金的部分 昨天我有请教同仁 外界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也分析市场上 目前的基金的数量 规模 还有我们的投资部位 事实上我们也有做相关的投资 不是没有 也有 那我们也去看有没有更适合的 那因为目前国内的ETF的标的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 如果有适合的 我们会来进行投资 我们目前也有相关的投资 建议书局长 因为您刚刚在这个报纸上访问 你说你都 劳动部的官员 你都不认识 也没有任何人跟你拜会过 你就来了 你是很有价值 你也应该是专业上 承担上 你都愿意投入 五兆的基金 对劳工来讲 就是看着他未来 劳保要导也好 劳退这个专户 这个要不要 这个个人的增加6%也好 都是未来市 现在进行市 就是内金内控 让国人劳工建立信心 第二个 刚刚讲的 有一些不销厂商的 这个投资的资格年限 现在是五年 能不能在延长 让他不准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大饼里面 第三个 劳工都在看 你追回 你刚刚讲追回很好 请你今天就公布 追回多少 差额多少 未来你如何 如何 透过指数投资也好 透过比较是 完整的配搭也好 让你的获利 不要只有在3%4% 这部分可不可以承诺 跟委员报告 过去的这些案子 我们求厂的金额 就是 就是他们赔的时间点 其实在我们网路上 都过去都已经有公告过了 过去都有公告 所以你认为我的资料 不完整 我是故意的吗 我没有 就是跟委员说 因为 我们对这样的质询内容 到今天来讲 来到办公室几次 没有半次 去年到现在 蔡局长我跟他谈过多少次 一个老的公务人员 就这样折损掉 拔掉局长就可以改革吗 企划组组长 你同意这些内金内控 你们没有做好吗 你还敢讲 报告委员我想这样子 我想 我想委员所看 我们一定会公布 这没有问题 再次公布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社会 这些公务务工 贡务工 通过资料可以信任政府 今天不会轮到到这样子 我對你也很期待很深 我也很敬重你 三年來勞動部那麼辛苦 多少事情 我想要講最後一個事情 最低工資法 省到今天 三四年過去了 在哪裡 你知道什麼法 過了行政院院會嗎 太空產業法 太空產業法都過了 2月19號就過了 我們最低工資法還在地上爬 憑什麼 行政院憑什麼這樣對待 勞動部 你有要求過嗎 最低工資法還在行政院排審中 殖保法這麼多勞工 剛剛的立委在質詢 還在排審中 太空產業法三天就出來 憑什麼 太空比人重要 物比人重要 這是什麼政府 請部長 硬起來 全力挺你 好 謝謝委員 這兩個法 我們都一直積極在 推動當中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那個 我們是不是待會抽泰委員委員 我中間也沒有特別在按鈴 不打斷讓大家趕快把它講完 好但是 你在超過兩分鐘之後 我們30秒會在 按鈴提醒大家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邱太雲委員諮詢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好 第一張 齊仁好 有你的業務報告裡面可以看到勞動部真的工作繁重 而且都是每一個都是很重要 而且過去也非常的努力也有很具體的成果 但是未來還要更加的努力 是 在這邊跟部長跟團隊肯定以及期待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那 我今天主要的是要請教我們勞工職業傷害方面的事情 因為 勞工一傷害恐怕對整個自己跟對整個家人 是非常巨大的一個影響 如果我們沒有預防他 我們如果沒有第一時間去找出 去給他一個得到最好的一個醫療 那或者是去檢討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所以我想怎麼樣預防職業傷害跟妥善照護 遭受職業傷害的勞工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這要各界來一起來努力 當然為了這個 我這幾天 包括昨天晚上我都有跟 我們屬於在推展職業病醫學的一些醫院 以及同仁們 大家互動互動 那也了解他們的想法 那我們最重要當然現在目前有在進行法制化 這個過程如何做得更好 我想在這個時間是一個關鍵時刻 對 那這個也是我們蔡總統在對關心勞工裡面 當然在希望能夠處理這一塊的嘛 我們一定要大家一起努力 那怎麼樣讓職災的保險能夠符合勞工的需要 而且確實能夠保障勞工的健康安全 是在法制化裡面我們來努力的 好請看下一張好了 那我想稍微請教一下我們在108年就擬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 我想最近剛好我到台南甚至有人到這裡到北部來找我這樣談一些都是EJ的人 他們很關心這個法案 那怎麼樣做得更好 那我也想請教我們勞動部 這個108年這個草案的重點 各位可以看到嘛 擴大納保範圍 然後充實各項給付的權益 然後怎麼樣得到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風險等等的 那更重要就是要強化植栽的預防跟重建的工作嘛 那今天部長您的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要繼續推動 職業災害保險單獨立法這件事情 那現在提的內容跟108年 因為108年已經有公告出來給大家去做了很多的討論 這中間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個報告我可能說明一下這邊可能委員有點誤解 我現在108年草案就是我送給行政院 現在已經審完準備排院會了 就是這個我們可能跟103來比較 以前103有一個草案 那跟我們現在108的草案差別是在 之前的103沒有這個把預防跟重建的業務把它整合進來 所以這個就是103跟我們現在108送到行政院的差別 所以目前在行政院的是108 中間有 這兩年有沒有什麼新的想法 或者是新的建議出來 因為108這個草案我們其實經過非常 大概將近兩年多的研議 才把它整個完整 炒你出來 所以送進去以後也 因為政委在開會的時候 他整個架構大方向 院這邊都政委都是同意 所以我們目前是沒有說要再有新的一個變革 那我實在了解了 那當然就是說有兩件事情 可能第一個當然就是醫界的代表來跟我談 都是這一方面的做了幾十年的 他們可能有一些想法等一下後面報告 那當然我跟企業醫療比較大醫院或者是企業界 他們我們也擔心說這法裡面過去啦 過去有一件事情就是 植栽沒有辦法真實的一個城堡 那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很多部分都用到健保 所以因為你直接就報健保嘛 其實健保你會發現在植栽 申報這個部分連連降低 結果其實都用到健保去 那我們也不是說該健保的就是健保 該植栽的這個部分 當然就這一個部分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沒有真實去呈現 因為這樣可能有一些我們醫界也比較擔心說 明明就是植栽 澳門要植栽的一個處理不是給付的問題而已 我們要再預防它不要再發生 要再重建等等的這樣 讓他家庭能夠恢復功能嘛 所以那個怎麼樣真實來呈現也是一個將來法治化裡面 我們認為也是一個重點啦 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企業界也不要有不必要的壓力嘛 我們要用得好 不要像現在健保 大家完全很爭議這樣 今天你這樣 付費者代表 醫療提供者都處理得好 其實如果沒有處理好最大的影響 當然是醫療提供者以及他們照顧人民 這些人民的健康的資源嘛 當然這個都是我們要去預防不要再重蹈覆測這種問題 要把時間想好 好那所以108點現在目前大概就是這樣再走嘛 我來提出幾個那個大家想要請教的 來下一張好了 好那我先請教這個服務中心 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這個計畫 我們都知道民國勞動部其實已經職業傷害管理 已經做很多年了啦 其實我從 我也是 我有參加很多職業商職業病的一個醫學的訓練 甚至也拿過專科的執照 當然後來我沒有從事這一方面 所以我們幾十年前就一直在關心這個部分 我相信這幾十年來更多更多的 現在的植醫科的住院醫師還不太好申請 以前是拜託人來的 現在有人派請 表示說這個齁做得算不錯啦 現在由一個中心然後請一些大型醫院來做嘛 來做統一管理 大家把專業發展 那個他們的工作是這樣子 請問成效如何 不過我還是要這樣幾十年來 投入在植栽照顧醫療團隊自己最大的敬意 在這邊跟他們表達敬意 這個成效不曉得你們 從你們勞動部的角度看起來 這樣的成效怎麼樣 我請你那個 好好好 州長 謝謝委員關於這個議題 那我們這個成效是逐年 商品整治的門診 還有十大商品整治中心 跟網路醫院都逐年展開 那目前成效確實是要再更擴大 因為現在這個案子都是逐年用採購法來採購的 所以這些人員沒有辦法久任或留任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的重建的這個制度 然後建得更好之外 這些法人可以再做法人來做長期的聘僱 這樣這個機制會更穩定的展開 那目前為止 醫院裡面的很像通報 就是其他門診 要通報變成職業病門診 這邊就把這個力圖再連得更好 所以我們要做加油 好 那我們看下一張好了 你現在你有提到要成立法人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未來的一個草案通過以後 各區的職業病傷害的角色會有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要溝通清楚 那成立以後怎麼樣委託來認定職業病 這個都要去加強 最重要大家擔心的是 說任棠雄傑法人成立之後 要用包的 不要用 可能將來如果用論件記籌的話 職業病是非常複雜的 很難用人的生病真的不要那麼單純 一個人進來一個症狀 它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要給它全人的照顧 全人的評估 一樣如果我們走向論件記籌的話 恐怕大家都做簡單的 對於可能新興的或者比較複雜的職業疾病 要花很多時間去診治 甚至重建 這個只有 說起來 很有醫療核心價值的團隊會去堅持 阿伯說 好的被不好 比較不好的淘汰 這可能是一種社會的歧視 人性的歧視 我覺得要這樣預防 因為他們擔心 職業病真的很複雜 而且很多新興的要評估 也要花時間 所以這個部分請勞動部 在處理這一塊的時候 多體諒到職業病是生長 長在人的身上 人的身體是很複雜的 齁 那所以他的一個 一定要有那種願意 花時間 來評估這麼困難治療 這麼重建他們的過程的辛苦的 要給他們一定的回饋 跟支持這樣 部長你覺得怎麼樣 謝謝委員您很專業的提醒 未來這部分 我們一定會很細緻化的來做處理 好 謝謝 好 那就拜託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陸續再來討論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邱委員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十分鐘 那還有防修方位 沒關係他來得錢 一個放的 他有先講 我們要收起來 來得錢 好 先收好 好 謝謝